大家來幫忙 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又到跟大家介紹韓國 像我這次非常有成語 我帶了一個韓國的長帽跟韓國的 寬鬆襯衫 這次呢會帶大家來逛南大門 南大門其實非常的大 如果你有去過的話 展開門外圍 就是一些比較小吃啊 或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店面 就會開在外圍 那還有分 外圍有分童裝街 然後還有皮件 那大樓的部分 大樓的部分可能有 BCDF洞 那BC洞可能有分 樓上像我會帶大家去逛 花藝店 很多賣那種真花假花 類似像台灣的建國花式啊 但它是在 樓上喔還蠻特別的 還有帶大家逛 外圍的皮件 那C洞跟D洞 裡面還有 廚具 那棉被我們之前有拍過了 那最後大家會 很關心的 可能比較常會問的就是 韓國的果乾 有一個賣果乾的主要一條街 那我們有稍微帶到一下 那最後補充一個就是 如果你在韓國迷路啊 你可以看我們影片 可以問什麼人這樣子 這部片就是獻給 如果你曾經有去過南大門 但你沒有時間再去 你可以回味一下 或者是你想要去 南大門 想要稍微先 知道一下南大門的狀況 那都很適合看這部片 那以下我們就這樣子 帶大家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是某民棟的樓上 然後賣了相當多的 造景 你看有這麼大隻的仙能掌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 百事 我之前第一次來的時候 有嚇到 因為很少看到有這麼多 真的或假的花 而且是在 一個 商場裡面 跟台灣的花式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真真假假的 混在一起 如果你喜歡這些 百事啊 或是一些 自己DIY的 插花 其實這邊 非常非常的好買 只是可能體積就 會偏大啦 因為不好拿 這夾點就很像 森林 那它每棟跟每棟之間 其實都有樓梯 然後帶大家來逛一下 它整層樓都是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那是 那是 這什麼東西 都要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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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那是 那是 在這條路上啊 你可以找到一家非常有名的店 就是老爺爺的店 他是主要賣一些乾糧 草莓乾之類的 這家店在台灣很多播客或什麼都會介紹 給大家看一下老爺爺 它上面有寫週日休息 小小一家店 南大門外圍啊 它也很多賣皮鮮的 然後如果要買藥 這邊有個小藥區 那皮鮮的話 可以稍微帶大家看一下 但皮鮮大部分都不是皮發啦 它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零售為主 然後大家總一小下下就好 因為行商不太會讓人家錄影 然後不管是後背包啊 側背包 基本上都有 你看它有旅行箱 所以如果你買東西買太多 賺不下來可以用旅行箱 但我建議啦 就是如果你要買品牌的 不要在這邊買 因為它很多都是仿茂的 要就是去那個百貨公司 要就是去那個百貨公司 它每一棟 基本上你都可以進去繞一下 都會有蠻特別的收穫 這邊是南大門 然後這個就是新世界百貨 然後捷運站是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要去 南大門 那進來就會有一個 換錢的地方 那你可以往這邊走 然後現在是因為早晨 所以幾乎沒有開 那我們早晨也比較好拍啦 因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位子 那你就一路走一路走 那你就會看到 第一個來到的會是童莊 像現在是大概9點左右 所以它目前都在擺 那你往前面走 那如果你是要住宿啊 你也可以住這邊 你看這邊有一個明洞Hotel 非常的近 它下來就是門大門 如果你是要批男 那個視頻啊 或是童莊 那童莊 它 批發在晚上 大家要記得要去查一下時間 那我剛剛有說的童莊 就在這邊 有一個很大層的百貨 它就是童莊 然後它的每一洞都可以上去喔 然後它的每一洞都可以上去喔 有時候要注意它每一洞 像這個是飯點 然後這邊就是童莊 這是幫你包包的 然後這邊往 這整棟都是童莊 然後你可以上去 然後再往前走 也是童莊 在南大門的路上啊 如果你找不到路 你可以問像這種 紅色的 它有講 中文 英文 日文 你就可以問它 然後他們也可以給你 地圖 然後記得要你要的 語言地圖 不要拿著英文或是日文 然後還有像這種 人生店 它的左右都有 在這個大路口上 然後這個是主要的道路 就是南大門的主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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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條的路啊 然後你看今天是 非假日 但也是蠻多人的 然後有 蠻多韓國人都在這邊採賣 駐消息 邊燜 多虛